悟空闹电影 看来她是梦到了传说中的弗莱迪 并把这件事跟好朋友南希说了 女主南希并不相信 于是金发妹便邀请她和她的男友德普 还有自己的小男友一起来到家里过夜 看看他们会不会做噩梦 结果刚睡着一切就变成了梦境 弗莱迪很快就来找金发妹了 变态的她还可以瞬间一动 金发妹根本就挣脱不开 那明晃晃的刚爪正在试图划开她的肚皮 结果金发妹的小男友直接吓傻了 这一看就不是真爱啊 女朋友被折磨得上蹿一下跳 她就只会在旁边喊名字 这有个屁用啊 还不赶紧把人喊醒拽下来 可怜的金发妹就这样领了盒饭 小男友也成了重要的嫌疑犯被关了起来 经过这样的事情 南希精神恍惚 开始在客上打瞌睡 也进入了可怕的梦境 金发妹在尸体带中呼喊她 却没有其他人看见 老师也突然变脸挥舞着钢爪手 一切都让梦里的南希继续往前走 这个时候弗莱迪从音音里闪现出来 撩起自己的衣服 划开一个口子给她看 严重自虐狂无疑了 并且十分享受猎物惊慌失措的样子 南希意识到这是梦境 立马把胳膊放到暖气管道上烫伤 成功地从梦中醒了过来 不过手臂上也出现了红色的印记 她终于知道金发妹的真正死因了 但是却没有证据 大人们都不相信 南希就一直不敢睡觉 支撑到泡澡的时候 还是犯困睡着了 就这么短短的间隙时间里 一只钢爪就从水里伸了出来 妈呀 吓死个鬼了 之后南希一直看恐怖片提神不敢睡 男友德普就过来了 说要帮她看着 一旦有危险就叫醒她 让她放心地去睡觉 很快南希就到了梦境里 她勇敢地追踪弗莱迪的踪迹 发现她进入了警察局里 关押小男友的房间 她拼命地想要醒过来 结果德普却没有反应 回家一看才知道 居然睡着了 真是不靠谱了 好在事先定了闹钟 这才逃过了一劫 两人赶忙跑去警局 想要救出金发妹的小男友 可惜呀 还是来迟了一步 她已经在睡梦里 被悄悄溜上来的背罩给勒死了 葬礼结束之后 南希对她的警长老爸 说起梦里的弗莱迪 烧毁的脸 戴着顶大帽子 红绿毛衣 巨大的手像刀子一样 老爸老妈听完 精神都不淡定了 把她带进医院 准备观察她梦中的场景 通过机器打出来的脑电波图 发现波动十分的异常 从正常的三 一下子跳到十五二十 说明此时南希的梦境 十分的恐怖了 他们赶紧叫醒她 发现她的头发被染白了 手臂被划伤了 最重要的是 她从梦里戴出来了弗莱迪的帽子 终于证明了她的存在 妈妈不得不说出了真相 这弗莱迪确有其人 她在附近杀害了二十多个孩子之后 被抓到了 却又贿赂法官没有被判死刑 于是失去孩子的家长们 结合在一起 把她给烧死 这件事也被隐瞒了下来 南希下定决心铲除这个祸患 和德普相约一起入睡 打败怪物 又先一步睡着了 被弗莱迪拖进了床里 血肉跟火山喷发一样的扑出来了 从未看过这么惨烈血腥的死法 南希进行崩溃 小伙伴们一个都没有 开始潜心研究陷阱和机关 然后主动进入梦中 想把弗莱迪抓到现实里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幸运的是每一个机关都起了效果 弗莱迪再次被火烧 她赶紧去叫人来 没想到弗莱迪趁着这个空档 和老妈一起悬进了床里 把她带走了 南希知道她仍然没有消失 这一切还是梦 开始正式怪物 觉得都是她的梦境 她才应该主导一切 不再畏惧于弗莱迪 于是她消失了 南希以为自己醒了 开心的和妈妈告别 准备和朋友们一起上学 白雾之中 敞房撤个盖子先开 刚好是弗莱迪的毛衣条纹四 他们都被困在里面出过来了 一只力爪直接破门而出 抓走了妈妈 看来似乎是个梦中梦 南希并没有战胜弗莱迪 更像是被困在梦里 而故事也到此结束 超经典的老电影 算是上世纪八十年代 恐怖片的代表作 里面的德普 嫩得可以掐出水来 大咖美女们 也都稀无色可餐 推荐喜欢的小伙伴们 去观看呢 好了 今天的故事讲完了 喜欢就点赞